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你本身就各高 所以为什么我扯得高呢 我说现在你们上海 我原来住上海酒店 我现在算知道那个楼是什么楼了 原来叫上海中心 就新盖子 正在盖子 我住那酒店 打开门就是他 就是说632米 打开门就是他 那你就住在老外滩这边了 那这里不是半岛 并不是只有官员才能腐败 我们也能腐败 那里还有很多的 包括一个青年旅店也在那边 你说对了 我为什么不能是在那儿跳挖 今天我看到说你们上海创纪录了 说它是632米 而且说这个概念叫什么 外滩的那些一大群高层建筑的总的建筑面积 大约57万平方米 可是这一座632 它就那么五十几万平方米 所以它就有一个称呼 这叫立体外滩 就它这一座楼 等你这外滩平面上的这一堆 就以面积来删 建筑面积来删 所以这就是中国最高楼 人民日报都很关心这个话题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前一阵本来文道还想提提的一个事 这就是这个是吧 徐老师很熟悉吧 我熟悉 这个我有直接的关系 这待会再说 咱先看跟文道有关系的长沙的这个楼 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 这个楼我像是湖南卫视造的 因为这名字很像他们那个湖南卫视播的那种电视剧 叫什么来的 什么天空之城之类的 这叫空中城市 一座两百层的节能节财 坑不是坑 坑爹建筑 抗阵建筑 不是坑阵建筑 一座十万人地没有汽车的城市 可不吗 只有电梯火车 是吧 这两个 现在徐老师说说 那中心跟你有事 上海中心跟你什么关系 有两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是 非常的痛心 我们以后私下再说 好吧 第一个不假 本来有一栋是你的 不是 反正是有一个伤心 第二个呢 是我女儿三年前到那里实习 就Gansler 女儿学建筑的 Gansler Gansler就是造这个大楼的美国公司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设计公司之一 那么我也跟这个上海中心的设计师叫夏军 一起吃过饭 这算是有关系了吧 在三年前 那个时候正在盖 那么我看到它的设计效果图 跟现在画的设计效果图有点出入 有点不一样 现在画的 最近看到的设计效果图是这样转上去的 有点像旋风这样转上去 它这个外面的木墙是好像全世界最大的 原来看到的是好像又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么里边据说都是很贵啊 里边有很多的电梯啊什么 它会改变这一带的这个天空线 那个跟旁边那个环球中心跟经贸大厦三个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陆家嘴的那一小块地方 它是最后一栋了 再没了 就是以后这一块地方再没有 其实它的地方并不大 就那么两个篮球场这么大 然后它往上发展到 好像两百亿吧 两百亿 在外滩这个地方 我觉得好像还有它的必要 因为首先第一个陆家嘴已经是寸土寸金了 所以你能够创造出这么多的面积 你的经济效益就非常高了 下面已经 小陆家嘴这一段已经是全世界 好像是以面积算是 骗钱骗的最 就是吸引前夕的最多的 吸金吸的最多的一个地方 那么它在那里盖 肯定也还是继续这样 作为我们小时代的一个标志 小时代的一个标志 郭静明的理想肯定是住在顶层 他曾经一度宣传过 他说他买了旁边的汤城一瓶的什么房子 但是上次做节目的时候问他 他说人家瞎说的 不过我看到照片 好像他有有炫那个地方的住宅 对那就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生活了 最好的世界 其实所以说我觉得 他们这个骂郭静明 我真的完全就觉得没有必要 但是在建筑界来讲 那个Gensler并不是一个以设计名声 没错 他是一个 他都知道 没错 他是一个大规模商业这么一个公司 是个商业大楼建设 他现在在上海中心这个业绩在 中国很多很多的二三线城市 都请着他们去盖摩托大楼 没错 发死了 对 这都是美国人 现在全世界在建的摩托大楼里头 你知道有多少在我们神州大地吗 87% 你全球 怎么定义 全球正在建的 高楼就叫摩托大楼 它是有个概念的 全球正在建的 这是三百多公尺以上 对 87%正在中国 这还不算叫停了 叫停了 长沙那个你说 不就叫停了吗 对 长沙那个 没有叫停 人家发布了 说我们根本没有开始 我根本没开始 其实就是被停掉了 慢慢的事 那还要见吗 他不知道 他只是那天那个仪式啊 只是远大集团自己的平地仪式 他乡下有一块地 他到那里平平拿了个土铲一铲 因为他还没有通过审批 就是你知道中国盖楼 你知道那个Gensler 我就盖上海中心的那个美国的老板 在美国接受采访 人家就问他 他讲到那个设计师下军 你知道他称赞他什么 他一点都没讲 他设计的怎么高 他说说我真想不到啊 他怎么认识这么多的人 他几乎什么人都可以认识 你明白了这句话吗 就是在中国盖房子 你别只看那个高度 最主要是你这个关系网的广度要宽 你明白 你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个当然夏军是个非常 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了 但在中国你除了设计房子以外 你要有大量的经济来应付 这个远大集团的那个长沙那个东西 纯粹是一广告 他这个关系网都没搞定 他没有通过审批呢 他就自己来宣布 而且他最叫人家惊讶的是 你看我说的 10年我女儿去实习的时候 这个大楼已经打地基 已经盖的很多了 现在三年多 先才刚刚封顶 要正式要用到15年 对不对 投资200多个亿 可长沙这个 他是要超阿里法塔的 他是要800多米的 可他说一年就可以盖好 你看到材料没有 他说明年就可以盖好 那是 现在盖高楼大厦 一天盖六层 就他这个技术 可以到那种就是 是不是就是那个拼装 比跟拼金木一样 那么盖 但是问题就在于 所以当时大家就说 有一个安全的考虑 就是说你这个技术 到底能不能够用在 这样的一个高楼上 因为这样的技术 的确是有 但是问题是 没有达到过 这样的一个高度规模 你比如说用来建 什么最好呢 是建这个难民的临时住宅 或什么这类就很好用 但到底能不能够这么用呢 是一个很沉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当你一个楼高成 这个样子的时候 以今天中国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各种的大楼火灾 我们消防云梯够不着 我们消防设备做不好 那他该怎么办 他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他有没有很多的易燃物呢 如果他 我觉得那种也很好玩 一个商业集团 就随便平快地 就说我们现在要平地盖了的话 就等于我们在凤凰卫视的后院 也可以找个地方 说我们三个人在那边平快地 说我们也宣布在那要盖了 我们盖一个900米 对呀 文道一直就想在香港买地盖房子 买不起房子 我们就盖个900米 但是我跟你讲 这800多米你就惊叹了 上海这个 这也说了 已建的环球经营中心492米 再建的上海中心632米 还有一个已建的上海超群大厦 将高达1228米 在哪 在什么地方 上海超群大厦 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啊 将高达1228米 建成后可以入住10万人口 这吹的吧 10万人口 我觉得这是吹的 这别 这绝对他们利用了 这个吹的现在也很多 你知道那天我听一个 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这种意思 大概是就审批就没通过 但是名声传出去了 就他给他这个摩天大楼命名 我就太逗了 叫什么 大唐迪拜塔 大唐迪拜塔 你明白这两个人的结合 大唐就是说大唐盛世 对吧 迪拜塔呢 又是迪拜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阿里发塔 阿里发塔 对 他把这两个因素 拼合在一起 他那个超群大厦 加一个字就好 就超短群大厦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肯定是乱七 连长沙这个都不靠谱 我跟你讲 我们common sense就知道 绿地集团线 在武汉盖的那个300亿 那个也是600多米的 南京那个都 每一个都是两三百亿 上海这个两百多亿 他要盖八百多米 要比人家高吹一大截 预算还不到一百亿 没有 总体花费大概是一百五十亿美元 这个超群大厦 现在就说呀 不断刷新 你说的是个一千多米 你说的是哪个 他刚刚讲 但是我觉得 所有的这些大厦 并不是一件好事 加总起来看 因为历来就有个讲法 就是所谓的摩天大楼狂热 总是随之而来的 就是经济衰退跟崩溃 美国就是这个规律 就是建完摩天大厦那个时代 马上就经济 其实是全球都这样 上一次的金融风暴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就08年那次金融风暴 恰好就是迪拜 这几座拼命在盖的时候 当然今天我们 这叫所谓摩天大楼指标 但摩天大楼指标 这个概念今天可以扩宽 指的不一定只是盖摩天大楼 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盖的各种豪华的大项目 正在迪拜要盖成 他的一系列的那种 可以住两万人的酒店 什么都在盖好 是不是记不记得那时候 他开幕正好那边金融海啸 结果开幕的时候 他的什么开幕的演出的支出 要减低一半成本 那么住客入住的人数 大概也不及他的预算的三分一 结果你看今天迪拜 那几个最豪华的地方 他主要的客群 几乎全都是中国人 而迪拜到今天 其实都还没喘口 那口气都还没喘回过来 包括他那时候 做那个什么钟旅岛 就是包括一个世界地图 那时候吹着夺牛 对不对 说谁谁谁去住意大利了 指的就是他那个铺出来的人工岛的 意大利那一块 那那个意大利那一块呢 上面还真的很多意大利餐厅 结果我看到很多人说去吃 说难吃的要命 几乎是像比迪士尼乐园的 那个那个小披萨吧都还难吃 就整个东西是搞得汤汤水水的 然后呢 那里面连排水设施都没做好 住在已经有贝克汉姆 他们买那个房子 说传闻这个地下的这个粪便 不断涌出来嘛 臭的要命嘛 所以你想想看 这都是一些大而无道 然后到了最后 总是在最顶峰最疯狂的那一刹那 就崩溃掉 然后就全盘的崩溃 从二十年代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美国摩天大楼就已经是这样 到现在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迹象 所以现在中国领导人担心什么 也就是担心中国的这个 经济走向的问题 所以这跟你说的这个不祥执照 这么多高楼大厦冲天而起 这个咱们还是应该大吉大利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这个住楼 这是一种好像地少人多 我觉得是一种生活水平不高的表现 你像咱们现在这叫住楼房的 就是说你这个现代人是不得不累着住 一家叠住 真正那家里有趁钱的 我觉得高级的生活方式是接着地 你包括北京的四合院 对吧 你包括现在人家真正是这个有条件的家庭 那肯定是自己买一个这个别墅 或者是这个house 哪怕是旧的这种楼啊 这种小小楼啊 有自家的院子 哎就像咱们在英国看到的 那我觉得叫人的生活方式啊 你接着地气啊 是吧 可是你这种 你这个观念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观念 但是自从纽约这么多摩天大楼出来之后 就出现一种新的观念 本来欧洲巴黎伦敦都有很多豪宅 是属于叫apartment 就是高楼大厦里面的公寓楼里面的房子 但是伦敦的那个apartment呢 它顶多就是大一点豪华一点 但是到了纽约之后呢 就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主项 美国称霸的年代 纽约的apartment才真正更新了 这种apartment的定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不只是很豪华 很高大 楼下管理有门房 有气派 它这个高度 恰恰是一个很重要的卖点 它不只是一个视野比较广阔 视野广阔还意味着另一件事 就是权利 你想象你站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看 就那个感觉 你站在纽约的最高的apartment下面看下去 这个世界就在你脚底 然后呢 所以现在为什么香港的这些高层大楼 也都喜欢在顶楼 它还可以改装啊 它不一定就是像住宅 它可以假装你还住在地面 怎么假装呢 它在35层楼上面 做一个两层的别墅啊 那这个两层的别墅里面 一样有用词 有炒地 打打炒地高尔夫 然后你看 哎呦 这个球掉到海港里头去了 你还可以这样子啊 现在北京不是才拆了一个名医 也是这样吧 哎呦 那事应该 也是在空中模拟一个庄园 苏州也有空中的庄园 这要是真的是那个石头 他光沉重 下面找到 所以这个张碧青嘛 这叫做张碧青 而且你看 真应了司马南说的这个 叫见光死 我现在发现 这帮明星嘛 还不知道自己死在哪里 就是要个个要出名 你没看见这个吗 就是说 近期 我那天看见新闻了 卫生局已经通知了 张碧青 涉嫌非法行医 要查 你知道吗 因为我那第一天 我就看出来这个局势了 现在中国这网友 就唯恐你不死啊 你知道吗 你要火 砰 你上去是个伪装建筑的问题 咔一听说是个搞针灸的 啪 那个网友就开始爆料了 这个人 又哪个导演找过他 哪个明星找过他 你知道吗 你跟王林的故事一样 就往那去了 但反过来讲 他的确是人的两个梦想的一个交叉 就是人又想君临天下 而且成为一个地标 大家万众养世 就北京那个室和院 但另外呢 又想要这种院子 宽敞的 这种好像地 他这样说 所以空中别墅的这个概念 我自己心里想想也很矛盾 我回想 我现在当然理性上 我看到那个摩天大厦 我知道它既危险 又有很多坏处 更不要讲忽悠 但是我回想 我第一次去芝加哥的时候 我还是很期待的去谢尔斯桃 就那个谢尔斯桃 当时是世界最高楼 我现在回想 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 它另外还有个塔 它有两个塔 对不对 都是很高 跑到高处去吃顿饭 那东西这一点不好吃 拿着大铜盆 打开一点点东西 但是还规定要穿什么衣服 我们还排队 什么在上面跑到上 那是一个什么心理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地标 我相信这种心理 也就是现在各个地方 武汉也好 长沙也好 大家要搞一个 这么一个地标的东西 我这么放这个iPad 就是说我看到一个材料 全世界的100个摩天大楼 你看 前面两位 是一是阿拉伯 阿联酋 第二是沙地 第三沙特 然后是美国 然后是台湾 中国大陆 香港 马来西亚 中国大陆 美国 中国大陆 然后阿拉伯联合球场 科威特 阿拉伯联合球场 基本上 大楼三个地方 一是美国 二是中国 三是中东 想想这三个地方 有什么共同点 你看 200个大楼 只有一个法兰克福的楼 欧洲完全看不见 就是全世界200个楼 欧洲 法国 完全没有 德国有法兰克福 有一个楼 英国一个都没有 我认为 有什么共同点的 就是洋爆发户 和土爆发户的区别 全是爆发户 当然这个爆发户 词有的时候 也未必是贬义的 美国也就在 它爆发户的 那个时代 开始 它有这个 有人说 这个有什么意志 意志也是你实力的反应 就像中国人说 财大气粗 中国这些土财主 有了钱 自然就说话 就升高 而且它有一种 向上的意志 它就开始 你就像纳粹也是 它有了某种力量以后 它就要意志的胜利 它需要有一种东西 能表征 咱中国人就常说 成不下你了 我们都知道 最近这一两百年的世界 是欧洲中心主义 对不对 文化 经济 科学 各方面是由他们支撑出来的 你所有的大家都是他们 但是 大楼里边完全看不到他们 那就说明 盖大楼是一种 经济上的信心 文化上的自卑 合成的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我们要了解 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觉得欧洲并不是不爆发 而是爆发过了 就人家高完了已经 这个高潮早就过去 它的高潮 比如说以前试过 它哥德大教堂 这是它的高潮 它殖民年代 到最高峰的时候 它欧洲的几个重要的大教堂的尖顶 也是攀上了高峰 那么到了后来最后一个老牌欧洲的殖民地位 就是英国 伦敦你想想看那个城市是什么地方 伦敦是清末的时候 康有为他们去伦敦 就等于今天的人来上海 几十年前的人去纽约 是一样的感觉 他那时候去到伦敦 他觉得太震撼了 说这个帝国的首都是这样 他康有为笔下的伦敦是高楼大厦片 我们今天觉得伦敦都矮房子 但就从那个时代的尺度来讲 他都比中国四合院高 对 他的确真的是高 所以说那个时候伦敦 他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只是他过了那个阶段了 他过了那个阶段之后 他觉得那就是一个遗产 而遗产这个东西呢 从现在美学角度来讲就要保护了 所以欧洲城市不可能再给你盖摩天大楼 你怎么可以 也没有空间了 对 他就算有 他不会让你盖个摩天大楼 高过他原有的教堂中心 对 那个是城市中心 我不允许这样的一个丑陋的建筑 他不需要那种新的地标 他不需要了 大家都觉得那不漂亮 对 我问过瑞士的人 我说为什么你们一个高楼也没有 他们觉得不漂亮 当然啊 就是 一般老百姓就有这么一个概念 不过我们不离开这些远大的美学的 这个考虑不讲 就技术上来讲 我有几个担忧 我但愿我的担忧都是多余的 长沙那个 他是一个阶级 他你没看到他那个方案啊 听叫人很不舒服 他下面是小户型 是 当中是中产 再上面豪华型 给富 这成功人士住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 建筑他底端到底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